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说到你在饭堂南角饭堂 是 经常跟艺人吃饭 不是 艺人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 他们没有不屈小洁的 而且不会有价值 包括你们看到的狄龙 更大为先生 那些都可以一起坐在一起吃饭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 一勒一勒一勒 就知道这个狄龙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有些艺人会有好感的 好像汪萍 汪雨 为什么他们会令你有好感呢 你会觉得是明星上的 明星上有什么特点呢 我应该很想到明星的 哈哈哈哈 你看下去的感觉 应该可以这么说 这个是比较直觉一点的 你会觉得很有声味的感觉 这个是事实 那现在近年 女性呢 女性呢 哪些 笑着很多的 因为他们大部分艺人都在台湾过来的 那些艺人都觉得 那些都是很出色的 是 你一看下去就很有声味 就是演讲的 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来 他们这些没有来吃饭的 他们也有星妈带着他们 是 他们就反而没有 是 但是在那个製免堂里 都会看到他们 一会去那些有没有 我去的时候 就会不会离开了 离开了 是 但是那时候还有很多 现在都很出名的名声 有很多 但是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 你也想做名声 没有 完全没有这个 完全没有这个 因为我们去到是 做文书的工作 没有 就是 那时候分得很清楚 是 很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 但是他们找的钱多 那时候 我觉得艺人是很惨的 一定要谷人自己的知名度 接着出席活动 才叫做找到钱的 那时候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那时候跟现在的制度 我想有点不同 因为他们那时候是 叫做月薪暴头制 那样的 例如公司签了你 一年六部 那样说 那他就把六部的钱分 都会给你多少钱 那跟现在的不同 和现在的艺人是 的片材是三级跳 那时候就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大围 加多少钱人工 即是打工这样做的 那他们 靠什么运生 你知道艺人 买件衣服 买件衣服 他人工高很多 高过我们的 都不会高得过 他们买衣服 应酬的 你知道那些女艺人 每一晚都不同的衣服 我想公司有贊助给他们的 就是都会找服装 有贊助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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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都听过 在邵氏做武师那些 一天找多少钱 不知道 不是 他们是 他们一天可以拍几组戏 那样 但是你说他包身 那样 那些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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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艺人 就是包身的 例如刚才说做龙妓 或者是做武师那些 就逐天计 那些人挺好找 那些人挺好找 那时候邵氏 很多时候都会 有一段时间流行了 武俠片 每一天就三早起八 那就好 那就好 但是那些人很危险 以后所知那些 不是当年的 没有打场面 没有现在那么危险 但是那时候有没有吊威亚 那时候 开始有 都开始有 一吊威亚就危险 那些有吊威亚 但是不吊威亚更大 你真跳 是啊 跳两层高 或者十层高 跳下去也有的 很简单 在二楼跳下去 下位不好的 脖椎就有二一位 反而邵氏 因为在影城里面拍技多 那他们在安排上高 就少出这些问题 他们会在安全上 但当时就没有什么保险 但是保险不受 那时候来说 但是也很少出叉 嗯 OK 那平哥不如这样 你的汤要慢慢吃 OK 我给你先吃 一路吃一路聊 OK 但这个很棒 是石窝活龙虾龙汤 那厨师跟我说 就真的 找很多虾壳 龙虾壳 剪开很香的龙虾味 嗯 那些虾壳味 真是很香 嗯 是 要让它淋个cream 给你了 我这个就是 法式龙虾壳 嗯 简单一点 你真的要看热 千万不要碰这个 千万不要碰这个 这个很热 OK 那不如我先吃一路聊 好 明哥 我知道你出品了很多电影 小心一下二弟生态 我给你录过一次 录过出不了声 因为 嗯 好听一点就是 你很欢容 对出品的种类 不要听一点就多抱 上次很有意思的教育片 狗仔片 嗯 没什么人看好的片 你会和别人发言 下次呢 嗯 最重要的是Sigma 嗯 Sigma被人拐了名字 拐了什么 我在看见的任母 任母一拐 那么熟悉 然后按一按 咦 明威电影的trainer 哈哈哈哈 那我已经知道什么事了 哦 那又甚至到大片 四大明报啊 鹅谷虫啊 甚至最近的杨桂妃啊 你有出品 其实你对 你接到一份 因为刘丹 说一句 现在科技愈来愈发达 很多人在拍片 美电影也好 但电影也好 你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 因为拍完之后 唯一有机会翻本 是你了 你帮了她 那你会用什么的原则 或者角度去看这部片 有没有机会 和她做法学 有没有机会输 我不如先问你一个人 杨桂妃 嗯 嗯 OK 有没有输 杨桂妃没有输 哈哈 我觉得杨桂妃是片大 嗯 但是因为它贵 嗯 而且你不觉得这一两年 其实香港人都挺抗拒 看国内的片 是的 很奇怪 那当然 这个就是我们评论不到的一个风气 嗯 那你说 譬如我记得有狗仔片 OK 那这些其实真的很多人看不好的片 那些叫好不叫做的片 其实呢 那 为什么你会做的呢 有一样东西就是说 我 我 这些电影呢 是买回来 或者帮别人代理放 不是我出品的 是 那我自己出品呢 都拍了很多年了 是的 那通常我出品的电影呢 通常都会 以动作片为主 嗯 那很多时候 那些 那些 是不是受了邵氏的轻疑 都不是的 因为他说 我们刚刚说 我做电影来说 我 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呢 我都有做的 那 那刚刚你提到 杨贵妃 是 那就是一部商业 又是艺术的电影 是的 没错啊 那这种 这种类型的电影呢 香港观众呢 就不是很接受的 所以 你会觉得票房呢 就一般的 阿平哥 你觉得你这个人呢 是都比较艺术 你都挺执着 杨贵妃才在说的 嗯 好啊 以我所知 杨贵妃来到香港播映 很多人都说 应该是斩绝的 嗯 因为太长了 到是两个钟头 但我也都知道 有一个很可靠的识识 就是 因为你坚持 不可以浪费 那个导演的心血 这个是事实的 你是和电影院 争辱到面红耳热 这个是的 但是呢 电影多了你不少的 超过两个多钟头 是 那戏院呢 就看完截链之后 就说 可不可以剪走十五分钟 到二十分钟 是 那我听完他们的意见之后呢 我就回去 重新再 在电影楼再看 是 看完就想 想完看 可不可以剪走十几分钟 是 那我发觉呢 就是 剪是可以剪的 是 但是剪了整个片 就不完整 不完整 是 是 没有了 没有了那个 那我就会坚持 一定要一百三十五分钟 去放 如果真的要剪 你会剪 真的要给你剪 剪是剪了太子的气 是 是 是 但是这样 因为它宫廷里面 斗争啊 你剪了太子的气之后呢 你的感觉是没有那么激烈的 嗯 因为它 中国大陆 这些艺术电影里面 你都知道 有《张英雄》 《门壮壮》 或者《十平》 他们是 很用心拍这些东西的 嗯 我们都可以很肯定 香港的电影公司 是不可能生产了这些电影 嗯 因为这个投资 在说的是过亿 是 而这个过亿呢 会影响到你的回收 那我可以告诉你 胆地说一句就是 现在拍电影 嗯 百分之九十是要在大陆回收的了 是 尤其是这些所谓一亿以上的投资 是 我可以告诉你 就算你中了六合彩 拿着一亿現金在手 你都会 手都会觉得 我应不应该去投资这些电影 你 我想香港人 不敢去做一件事 那说起投资呢 我又记得你跟我说过 那句话 玩电影就好像倒桌那样 很长 是 是 那其实你 都会偏向因为分散投资 还是拂住一宅 其实电影呢 很多时候 为什么说是赌博呢 嗯 他们是 因为我们去买一部电影 譬如梁桂飞 我们只可以和他们讨价还价 多少钱 但是我们看不到电影 是 是啊 是啊 看多少钱都不给你看 是啊 没得看的 譬如那些是我们投资 买了 叫做 买了俄虎藏龙2 那我到现在都没见过 那部件是什么 我只是知道故事说什么 现在还在大陆发 是 那是剧买了片花 是啊 差不多 如果大陆直的电影呢 我们只可以买片花 就不轮到我们说 看好了才会 是 这是事实 那变成我们 在这方面 有些少少赌博 很冒险啊 不要介绍 其实就 不可以说很冒险的 任何一个创作的东西 但是呢 你都会 你都会 你都要购买他们 创作出来的东西好 是 当然是这样 不要你这样补救 好了 不要你怎么补救 你的钱都给了 我知道 那你就要用不同的方式 宣传方法 不同的东西 就是说 但是那些大声不肯 他们做宣传的 他不是 就是在整体来说 譬如 你刚刚提出来 杨贵飞 我们看完片之后 发觉是 不适宜香港观众去看的 那我们原先想着 放五六十万去做宣传 是 那现在发觉 不可以 那你要将你的宣传 减二三十万 那你就减低了你的风险 就是这样的解释 但是你减了 第一样东西 如果你减了二三十万 就是宣传费 有几样东西出现了 第一 戏院 你因为宣传少 他又未必肯 让你上这么一间 十年之到 未必肯让你上全场 通常戏院的作业 就是他看完片 他已经告诉你 有多少场给你做 有多少间 但是他不是要求你 一定要做多少宣传的吗 过往是 现在呢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 为什么这么宽松呢 不是宽松 就是说你要做得很好看 你的宣传要做得很好看 你不可能说 我现在我们什么都不做 那是不行的 但是某个程度 我现在用换票证去换广告 是 换票证去换 给一些赞助商去 或者是一些传媒 但是换票证你都要付钱 会的 会的 但是整个风险来说 因为如果他 譬如他刚刚说 一间公司 你要拿几万元出来赞助 他不会这样做 但是你说我送几万分票给你 然后你赞助几多万元的广告 说回色毛先 好 色毛为什么你又想想 评哥说的色毛我想问 你第一套 你拍或者是发行的三级片 是什么戏 我应该是叶童卿那部 我为兴航 那时候你是拍还是发行 拍的 即是李琛 七首冲 不是 我请他 何幻导演做拍的 是 有叶童卿做这个 那个年代好爆 好像做了九百多万 因为很坦白说 他看你的外表就很斯文 是 猜不到你会愿意投资这些 你那时候是什么心态 都是商业的 都是商业 是 都是计数 但是为什么你会计多叶童卿会赢 那时候卿姐拍了三级片 卿姐拍出来要拍三级片的时候 他讲明就拍三部 即是讲明是拍三部 三部 三部之后就不拍 但别介意三部未必有机会 三部都好 当然了 现在做了出来 但是你想想现在这个年代 可能这个时代不同了 下多叶部出来 那都不关事 因为那时候社会体制 没有如今那麽不关事 那要看三级片的机会就不大 到现在上网又可以看到AV 是的 升级 那时候就比较严谨一点 还有那时候我们有一个 做三级片不宜的法门 就是找一个美女 有知名度的 那她肯拍三级片 通常都可以 就是有知名度的三部 所以卿姐就看了这个机会 三部三部 如果不再就不拍了 分空了 那时候真是 你说得对 没什么机会看AV片 现在上网 就算不用钱 你也可以下载 还要是整套高清 是 怎样看Amy 突然间这个问题 我没跟你合过 我真是不好意思 Amy就是 以我所知 真的释毛是第一步 露点 是 但是露完之后 其实你又不知道 我是知道的 因为我是经理人 有一段时间她是情绪抑骨 是 一屈都是自己不知道 想做什么 甚至她站在街上 就是愚蠢蠢 那你打给我 那我问我什么事 我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间露神无主 那我可不可以坐下呢 我问她为什么露神无主 那我可不可以坐下跟她说 她说 她以为她自己能接受到拍 三角片 露点 怎样 原来不接受 但已经拍了 你知道其实 Amy曾经跟我说过 说 可不可以叫你不过 这个是你 我没跟你说过 不知道 那其实 会不会有些验声 都是出现这个问题的 有的 有的 这个是心理压力的 是 她过不了 如果拍的时候 她说可以好行的 拍完之后 她却了部 是对的 这个是 这个 等于 小孩子逃学 她逃学的时候 一群同学一起去玩 她当时就是没什么所谓 出去玩 对 出去玩 之后被她发言 打电话去问她 为什么她没有发学一下 就 这是一样的观念 是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过不过到自己的一群 会不会有些 女明星就是过不了这关而自杀 试过没有 没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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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始终是一个知名人士 所以去到自杀那一刻 因为英文也不是这样的解释 因为始终 所谓 裸露的戏 都是在艺术成分之中 看人家的性质 那样的 好似Signal 是很有教育意义 她只是说 给那些年轻女儿 你不要利用你的性感 或者是 去想很快达到你做 其他方面的东西 那这部戏 其实我觉得是一部 教育意义的电影 就是这样说 性爱 或者是什么 人生 任何一个人都会有 必经的阶段 所以我不觉得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 她们女孩子 尤其是少女 开始的时候觉得 好玩 但事后又担心 我的企业看了会怎样 我男朋友看了会怎样 会的 但你这个心理压力 就应该由你经理人 去慢慢 没有了 有没有意外 这一集播出来的时候 我还是和她友好 不是经理人 平哥给你吃东西 好吗 因为汤真的很热 第三部分 我再想问问你 三级片 因为太多人准 知道是三级片的威力 好 好 那你慢慢吃 好 好 多阿尔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